要將他自己家人名下的土地 來興建一個豪華的招待所 徐先生非常了解 以自己太太名下的農地 那塊土地能不能興建農社 他非常清楚 但是他為了要將他自己家人名下的土地 來興建一個豪華的招待所 他用提出申請農業許可設施的方式 先提出申請 等到核准以後 他再來進行第二次興建豪華的招待所 他最早申請的資材室 叫做資材室 他的面積只有33平方公尺 但是經過幾年 這幾年目前從航照谷上面的照片看 他已經暴增4倍 有4倍喔 有4倍 這個就是他目前目前的他所謂的資材室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一般農民的資材室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許烏魁的資材室 他從興建前和興建後 這兩個就可以看出 他就是有計畫 在他的農地上 不能興建農社的農地上 先去申請農業許可以後 再進行第二次的興建 今天我們就是要錯過他的謊言 我們知道前幾天 他也在媒體上 也回應了 但是今天的目的 就是他在回應 也說了很多的謊話 大家都知道 許烏魁給他擔任重要的公職 他不遵守法律 知法犯法 被踢爆以後 還用謊言 來欺騙社會大眾 利用社會大眾 同情弱勢的心理 消費孩子們的良善